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日方一些人近期在涉台问题上消极动向频出 持续鼓噪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这样荒谬且危险的论调 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日方所作承诺 吴江浩大使的有关表态 基于事实 义政词言 语重心长 完全正当必要 我要再次强调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如果有人执意干涉中国内政 阻挠中国统一 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